被告人马娇杰犯故意杀人罪 犯罪五心 剥夺政治中生 2004年云南大学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一名学生血洗了整个宿舍 接连杀害四名室友后 竟将尸体全部塞进衣柜里 为了将这名凶手逮捕 全国不惜出动十几万名警役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恐怖的宿舍内竟有一名幸存者 那么这名学生为何会如此丧心病狂 他与同一宿舍几人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2004年2月23日 云南公安厅突然接到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鼎心校区的学生报案 声称男生宿舍楼的一间寝室中 有一股强烈的腐烂气味 收到报案电话后 警方立刻派人前往校区 抵达学校后 在师生的引领下 来到了六栋317号宿舍 在宿管的诉说下得知 早在几天前就有人闻到了意味 不过这个宿舍的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入 其他人都觉得是死老鼠身上散发出的腐烂气味 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人在意 直到报案的前一刻才有人反应过来 这个味道可能不同寻常 听到这话 警方也觉得棘手 可当打开门后 里面的场景并没有令人惊讶 只是腐烂的味道更为浓郁 几个警察联盟开始在宿舍内搜寻 突然有人看到床旁边的衣柜中 有一些不明液体流出 但柜子已经上锁 只能选择撬开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当柜子撬开的那一刻 其中的景象着实令人作呕 一条腿从里面掉落 其他身体的零件在柜子里塞得满满当当 紧接着更加恶心的场面再次发生 另外三个柜子中 同样有着被人分尸过的尸体 看到这样的场面 就连身经百战的警察也不禁作呕 立马下令对此事展开调查 当询问隔壁学生以及宿管后 发现这四具尸体 正是云南大学失踪的生物系学生 唐学里 杨开宏 邵瑞杰和龚伯 原来几人早在2月14日便提前返校 然而刚刚来到学校不久 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20日 学校正式开学后 也没有前往班级报到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与他们在同一个宿舍的学生 马家绝也在未报到学生名单里 并且宿舍中并没有他的尸体 随即警方认定 马家绝对于此案有重大的嫌疑 可直到警方开始调查后 更加惊人的事情再次出现 2004年2月25日 云南省公安厅发出A级通缉令 悬赏18万元人民币 捉拿云南大学凶杀犯罪嫌疑人 马家绝 然而在调查他的身事后发现 这名杀人狂魔曾经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才 自幼成绩优异 高中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进了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 这所百年名校历史悠久 周围许多城市的学生都慕名而来 可随着接触新鲜事物越来越多 马家绝也慢慢沉醉在了小说的世界 每到周末便窝在宿舍里翻看武侠小说 日复一日之后 他开始变得不再社交 对外形更是满不在乎 整日穿着破旧的衣服 只会出现在宿舍和食堂两个地方 最为严重的是 原本自己引以为傲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可家里的父母对于这一切并不知晓 只觉得孩子可能换了新环境 不适应 便没有再过问 直到1999年11月 已经来到高三的马家绝 在没有通知父母和学校的情况下 一去不返 最终十连一周的情况下 才通过警方找到 原来是跑到了贵港 只不过第一天在附近散步时 遇到了几个民警 以为是来抓自己回家的 便惊慌失措 最终被误抓进了派出所 而在这次事件发生后 马家绝才意识到 自己这两年的浑浑噩噩 父母将他接回家说教一番 使得他立志改过自新 恶补曾经落下的知识 天才确实是天才 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学习 马家绝就将高中三年的知识领悟 最终不负家里众望 凭借全班第四名的成绩 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系 看到孩子如此出色 父母也将之前的事情遗忘在脑后 可殊不知 马家绝的内心并没有因此改变 反而阴暗面逐渐扩大 2000年8月 马家绝在父亲的陪伴下 来到了云南大学报到 顺便将家里仅存的6000元交了学费 而这也是马家绝在大学生活中 问家里要的最后一笔钱 据父母回忆 在开始上课后 马家绝经常给家里回信说 自己在外面有兼职 并且学校还会发助学贷款 所以并不需要家里的援助 也因此和家中的联系 并没有那么频繁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原本期盼孩子顺利毕业 能够有个好出路的父母 却在临近毕业时突然收到恶号 自己的儿子竟然成了杀人犯 马家绝的杀人理由 竟然是打牌有人出老千 几个有着大好青春的大学生 趁着临近毕业的时候 在宿舍中度过余下轻松的时光 其中一人提议打牌消遣一下 马家绝原本智商就高 很轻松就赢下了几场游戏 而室友邵瑞杰却怀疑他作弊 因此起了争执 但平日不善交际的马家绝却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反而一群人共同指责他 甚至讽刺他是来自农村的土豹子 仅仅是这一句话 让马家绝隐藏内心多年的阴暗面彻底爆发 决定对四人进行报复 随即前往市场购买了一把铁锤 还找人办了一张假身份证 以便杀人之后逃走 直到2月14日晚 马家绝开始了蓄谋已久的杀人计划 当天晚上邵瑞杰正在洗脚 不便行动的情况下 突然遭到了马家绝的袭击 然而其他三个室友 却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回来宿舍 第二日中午归来的杨开洪 发现了邵瑞杰的尸体 于是马家绝一不做二不休 将杨开洪也灭口 紧接着用打牌的借口 将公伯也叫回宿舍 结果自然和前面两人一样 命丧黄泉 此时的马家绝并没有惊慌 甚至将尸体全部分解后 放到了一柜中 随即将门反锁 逃之夭夭去往广州 其实在这次事件中 还有一个幸存者 他就是马家绝的室友林峰 在其他人指责马家绝打牌作弊 甚至出言侮辱时 林峰并没有参与 并且还曾经给马家绝带过一份饭 而正是这份善意的举动 让马家绝放过了此人 2004年3月1日 中央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 悬赏20万 全国范围公开通缉马家绝 甚至出动数十万警力 在云南广州地区地毯市搜查 直到3月15日 逃亡一个月的马家绝被人举报 最终被绳之以法 6月17日上午9点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故意杀人罪 判处马家绝死刑 立即执行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